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大学渣就会有大学霸 这是薛辰同学 年纪里有名的大学霸 各科成绩都十分拔金 不仅如此 他还善于言辞乐于助人 学生这要提 学生这要提 学生吗 这是一道调整奖 接下来说说高二六班同学之间的关系 一些同学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 有些同学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很好了 不知道 这公式是这样的 嗯 你懂了 嗯 你有忘记他玩什么 关于什么事 你今天跟我在食堂吃了 和你没关系 要说同学关系自然要谈谈男女关系 先说这位王立文同学 她成绩一般 但却是一个名副及时的纳相 爱看书 擅长寅师作画 然后就是这位吴静同学 她是一位漂亮的女孩 成绩一般 但平时也喜欢看书 脑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幻想 比如 她的白马王子 最后得说一说这位同学 她名叫黄毅 呃 好吧 我们暂时先不要谈她 好的 我们现在回到这一天的早上 这个早上也是故事的开始 下课了 谢中天正在整理自己要教的作业 谢中天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数学新课标好像没有做 他知道自己并不在乎这些作业 因为他是一个学渣 但是呢 他不想在课上被老师骂 那样会很让人难受的 出于恐惧和虚荣心 他决定把作业快速超完 诶 这个数学新喝不了酒一下 谢中天心想 有这样的同桌真是太倒霉了 不如去找一个更可靠 又更好说话的人 我一定要致死你这种 猥琐的心 黄兄啊 这个说一句不要借我一下吧 然而黄毅只是继续发着呆 没有做出任何动 好吧我们暂且不探讨他的行为 学成知道 给同学抄作业是不对的 但是 学成没有拒绝他人的那种游戏 他想做一个好学生 但他更想做一个完全没有棱角的人 于是 他还是选择了妥协 别说那么臭 嗯 帮你换个片帮给我们做下一个 就还要做 哦 谢谢许诗吧 谢谢许诗吧 谢中天毕竟是专业的 只用了一节课时间 他就超完了所有作业 现在他只需要把作业还回去 要知道谢中天同学是一个非常糊涂的人 就算是找放在身上的钱包 也要找半天 老忘记 这样辛辛苦苦找到了钱包 这个糊涂蛋哪还会记得其他事情 他忘了拿那本作业 也忘了把它帮给薛成 吴静自然也不会想到桌上有别人的书 毕竟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 今天上学有选修课吗 没有啊 那我们一起回家吧 我们是顺路的吧 好啊 这时的薛成可是急着想交作业啊 他来找着糊涂蛋要作业了 手机扣标 还你了吧 天真的薛成根本不会去怀疑写中天 诶 黄毅 你看我说新特标了吗 我刚刚借给薛 呃 我不知道放哪 然而黄毅只是继续发着呆 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毕竟他 呃 呃 好吧 我们暂且不探讨他的行为 我刚刚批完你们班作业 薛成你为什么数学作业没有教 薛成不愿意说谎 但他更不愿意被老师批评 被同学看不起 从小到大他都在努力回避这些东西 他本想说他没带 来蒙混过关 但只可惜 啊 你怎么会有薛成的作业 无尽的桌板里出现了薛成的作业 这个情况明明有很多种解释 比如是薛成借给无尽的 是无尽不小心拿错了 或是课代表的失误等等 然而这时的情况显然十分特殊 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 是吴静偷了薛成的作业 跑阔老师在内 吴静 你学会偷别人作业了 当然 这时有一个人十分纠结 那就是王立文 他打心底里喜欢吴静 因为他觉得他就应该找一个 像吴静这样既漂亮又温柔 又温文尔雅的女孩子 这样的女孩便是好女孩 就这么简单 他觉得他既然喜欢她 就应该保护他 老师 是我昨天拿的追尊作业 今天早上和他说话的时候 拉起来他的桌上 是我的错 老师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经不起推敲的谎言 但是这时候的情况显然十分特殊 不知为何所有人都觉得 王立文是真心认错 包括老师在内 原来是你啊 好 那今天晚上我跟你家长联系一下 受了批评 王立文显然有些沮丧 他决定随便找个人倾诉一下 黄毅啊 你说我该怎么跟我爸妈交代 我心中的忧伤 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明白吧 我只是想做件好事 怎么却落得了这种下场 然而黄毅不是情感专家 他没有做出任何 好吧 我们暂且不探讨他的行为 我 王立文 我 王立文 你明白了吗 到了中午 心情不好的王立文 打算独自到走廊里去看看风景 吴静同学 现在也很纠结 他自然也喜欢王立文 他符合一个好男人的所有标准 更重要的是他保护了自己 吴静这么想着 他决定了 就是现在 他又向王立文表白 他非常坚信自己的决定 他觉得 吴静 你等等 你为什么要听那个旁白的话呢 什 什么旁白 那个刚刚让你向王立文表白的那个旁白啊 呃 然而吴静显然不想听黄毅的风话 他很快转身走了 你在说什么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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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喜欢王立文吗 黄毅问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 吴静非常清楚自己的感受 王立文长得很帅 还有儒雅又有学问 还救了自己 这都代表他是一个好的男人 这真的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你真的有所思考吗 这个黄毅显然已经疯了 他在说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 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有多么诡异吗 你们难道听不到 那个从出生开始 就伴随你们耳边的旁白吗 旁白说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你们以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决定 都源于你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而其实 你们根本没有思考过 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自己是谁 黄毅是一个精神病 他在三岁的时候掐死了自己的父母 烧了自己的公寓 从此被送进少管所 他一直注意 你们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吗 同学们 你们听到了吗 你们只要仔细去听 你们一定分辨得出来的 你们要分辨出哪个是自己的声音 哪个不是 这一天之内发生了这么荒诞的事情 都是他的指使啊 很好听到 我也听到 王毅已经连续吸毒二十余年了 他曾经加入过恐怖组织 他所宣传的一切都是 给我闭嘴 无尽 旁白给了你很多理由 让你认为你喜欢王毅文 但其实 他只是给了你一连串标志的好人的符号 但他却没有理由证明他适合你 因为他根本没有让你知道你是谁 若你想真正爱上一个人 你首先得了解你自己 换句话说 只有了解了自己的孤独 才有资格摆脱孤独 我们如今还年轻 我们如今正直青春 如今对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去真正认识自己 去观察 去倾听自己的内心 去打倒旁白的声音 等等 你说打倒 不不不不 你们不能这样 是我助就了你们 你们只能听我的 你们不能这样 我的天啊 这就是高二六班 终于 他们打倒了邪恶的旁白 他们开始重新发现自己 发现自己的内心 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看 谢中天 再也不迟到了 他决定用功学习 做一个好学生 薛成选择变得更加坚强 他学会了 对他人说不 王立文和吴静明白了 适合自己的人 这些人 绝对不是用标签堆成的 他们决定更深地了解自己 再做出选择 倒出了秘密的黄毅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 他敞开心扉 在班里交了许多朋友 瞧 他们多快乐啊 他们都活出了自己青春的价值 因为他们的心灵与思想 他们的行为与选择 再也不受某个力量的操控 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是否自由 因为他们自己是由自己构成的 而不是由外物 他们找到了自由 他们是自由的 至少他们这么认为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来不 kung 文字幕续 感谢护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